我們過年要到了 很多人想要拜拜 上夜 我們現在是利用這個機會在台南 拜訪一些果農 要一些水果都回去 你有到來嗎 因為台南水果就像我們台南一樣 實在 其實鐵馬遇到男女主角 突然講起台南水果很讚 陳丁菲在八點檔獻聲 置入性行銷 讓電視台被NCC開罰35萬 辛苦了 讓你走這個行程 不會…不辛苦 基本上如果你們走到哪裡 要聽到民眾的需要 幫他們解決問題 一包一卡印 看到他們的笑容 我們就很開心 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前半個月 陳丁菲參加戲劇被網友炮轟 當事人第一時間還說別太政治話了 但劇組人員加碼爆料 劇本更歇出 陳丁菲大名更特別提醒 本場為立委置入場次 相關內容誤聲超尷尬 問政強悍的陳丁菲 日前在台南市長初選落敗 朱信行銷沒效 事實上 他過去也曾被網友吐槽 拍節電影片 辦公室冷氣顯示25度 比政院節電令還低 譏諷他忘記換端秀 演太大 所以這個已經變成我的習慣 而且是專長秀優佳背心 那這個是我的習慣 那不好意思 我的習慣 造成大家的誤解 陳丁菲當時解釋 立院中央空調溫度 並非他可以控制 希望網友別誤會 但這次演戲 網友沒有誤會 NCC認證 製入性行銷開發 結果前陳丁菲本人 尚未回應 這次網友是阿公亞麥 太美棒了 謝謝